非常学堂 小主播时间 听听她们对于追寻梦想 还有学习钢琴 有什么看法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 从小开始弹钢琴的时候 可能她们都经历过 会觉得很闷 对不对 对 所以好奇 我只是弹过几粒 不断地弹 不断地弹 那么嘉宇姐姐 有没有办法 包一帮她们了 怎么样可以 你那个时候 怎么克服这个 让自己可以坚持下去 不要因为要重复 重复而放弃呢 你可以听一些 好听的钢琴的歌 让你觉得 不一定要用心 然后到高级的时候 就彈那些歌 那么就会有一个目标 就会有兴趣 哦 好厉害哦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弹听 有一个天才的方面 你要自己确定一个目标 然后在那个目标前进去 去做一下行动 对吗 对 所以说的 对了 你这句就太厉害了 嘉宇姐姐都不知道怎么反应 对啊 好了 我看一下老师了 那刚才明儿呢 就说呢 好像我们现在 就是一把年纪啦 已经这么大过人了 如果真的还有兴趣 还能不能开始学琴呢 当然可以啦 我曾经教过一些学生呢 他七十多岁了 那他都一样可以弹这个 梁足的 可以 哇 有空可以 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人生啊 这样的样子 很开心的 对啊 但是会不会因为 这么大了 手指已经硬了开始 不那么灵活了 比如说不像他们这么灵活了 已经 啊 其实可以选一些慢歌 让他们慢慢来的 哦 还是有点限制的 哈哈哈哈 他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呢 只要用几长时间去准备那首歌 嗯 如果呢 比如说 动得没那么灵活了呢 那我们可以有一些 练习手指的一些练习曲啊 可以帮到他们的 嗯 这个没问题的 OK 那么我想回归到最原本 想问一下大家啦 你们现在开始学钢琴 虽然每个人开始学钢琴的原因都不一样 刚才姐姐说了 她将来想成为一个钢琴家 你们来讲一讲 你们为什么要学钢琴 将来想做什么 呃 我 我将来想做一位老师 就是教钢琴的老师 因为 因为我不想放飞了我这几年的那个努力 那如果呢 我只有做另外一家工作 像做英语老师那样的话呢 那 那就 那就我放飞了我以前的那个努力和天分 哦 想做钢琴老师 你呢 我想在大学做一个音乐老师 哇 大学音乐老师啊 OK 那你要学到什么时候呢 你觉得 哎 很多几次已经大 五级 五级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五级就行了 大学教音乐了 好厉害哦 天才哦 文汐呢 那怎么样 你妈妈比 还学不学啊 呃 她说学到 学到好像 八级大 我应该不大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不坚持下去 因为 我其实 我 本来已经不太喜欢钢琴 然后呢 我 长大的时候也没有想过 怎么想过当一些老师 或者跟音乐有什么关系的一些工作 嗯 那你为什么要学呢 其实你 你明白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你学呢 她说 她很喜欢音乐 哈哈哈哈 老师 是不是很多家长 其实要小孩去学钢琴 某程度因为自己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大人想达到 重温自己的仪式 失去的那个机会 这样 都是的 而且现在很多家长都是比较想促成的 很想小朋友就很小就考到什么级 希望可以拿到一家好一点的中学 他们就很多时候都会以这一样东西为目标 嗯 是不是不是很好呢 我觉得顺其自然会好一点 嗯 大家都会开心一点 哈哈哈哈 海琪呢 嗯 我之前小时候其实就是 小时候就打算做一个钢琴教 但是现在就变了想一技旁生 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啊 因为我 我长大了 然后就觉得 就是说我弹钢琴啊 就是 就是弹了一半 然后就弹不了了 令自己觉得 好像就是弹 弹了弹去也弹不了那样子 嗯 那我想问一下家瑜了 刚才很多小朋友呢 都有不同的原因去学钢琴 其实你自己呢 父母对你学钢琴支持吗 我家人呢 船家都很喜欢音乐的 哦 他们很支持我 我真的每次有表演啊 或者比赛之前都会打电话来 为我打气啊 叫我比心机练同 所以我其实 每次都会觉得我心很温暖的 是啊 那他们对你有没有什么期望呢 在钢琴这方面 呃 他们都是很 就是很希望我可以达成自己的梦想啊 可以做到我想做的 做的事啊 就是例如想做钢琴家啊 想表演啊 他们都很支持 那我想问你的教育姐姐呢 嗯 你在有些很生气的时候 你会不会以 弹钢琴去 出 出 就是 发现你那 愤怒的感觉呢 对啊 因为觉得呢 弹琴的时候 他就好像 你弹出来的琴声呢 就完全表达了你的心思 就好像真的跟你在那里对话 他好像 所以很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想表演什么 所以我很喜欢 在自己不开心啊 或者很开心的时候去弹钢 嗯 那么当然你 你做了钢琴的老师 但遇到不积极的学生 你会怎样鼓励他呢 哈哈哈哈 明不明啊 讲得快得就是 文艺姐姐 重复一次 他说加油 如果你将来呢 咳咳 头上镜了 如果你将来呢 就成为了老师之后了 那你见到一些 不积极的同学仔 你会怎样鼓励他们 例如文晞 哈哈哈哈 我会鼓励他们 既然你已经开始学着 应该坚持下去 就是其实兴趣 可以慢慢去培养 那你就一定要 就是向着自己的目标 去继续进发 不要那么容易就放弃了 嗯 我想问一下 在现在这个阶段 钢琴是不是已经成为你 生命当中 不可以缺少的一样东西 是啊 是吧 我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你每天用多少时间 跟他谈情说爱呢 三十五分钟 哇 你们呢 三 三分钟呢 五分钟 三 三十五 大约是三十五个字 我可以知道啦 哈哈哈哈哈哈 呃 你用多少时间练进钢琴 五分钟也不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为什么 过来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我不喜欢 哈哈哈哈哈 你可能全部呢 最后方面就怎么不喜欢了 对了 我可能觉得距离太大了 太遥远了是不是 覺得太難達到佳玉姐姐這一種會不會 但是我們想問一下佳玉姐姐為什麼呢 人家可以在這個五年八歲學 然後五年之間就有這麼大的成就 你每一天會做些什麼的 除了練鋼琴之外要考試這樣子 你每天怎麼安排時間讓自己的鋼琴的水平 一下子在五年之間能夠達到這個級數呢 我就會用三至五小時去練琴 這段時間我就會很集中精神去想清楚 我今天練的是什麼 要練到怎樣 要達到怎樣的目的 然後就做功課 然後有時間就溫習這樣 因為我都很想平衡學業和彈琴 那你會不會有沒有其他 比如說小朋友很想做 比如看電視啊 打遊戲機啊 這些啊 有嗎 有這些生活嗎 很少的 那有付出的 知不知道啊 平時我有時間的時候 我喜歡看一些古典的文化的一些藝術 例如 如果遇到對的 有喜歡的話 就會看一些芭蕾舞劇啊 歌劇啊 嗯 就是他整身都是藝術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 譬如我想問一下 跟你同學生相處 會不會覺得你自己是另類世界呢 嗯 很多同學都覺得我很厲害 但我說其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分 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 跟別人是 好像差很遠的 同學會這樣覺得的 嗯 但其實 就是每個人要找到自己的強項 這樣去努力啊 才會發揮到自己的潛力 嗯 那你覺不覺得 比如說剛才我們很多小主播呢 說著說著就發現呢 彈琴好像是家長叫他們去做的一件事情 然後有的人呢 就覺得還滿個額頭的 又說一記旁身啊 好像這樣一件事變成要去搵食啊 又變成一個工具這樣子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情況 我覺得彈琴其實最重要是要享受 就是如果別人逼你的話呢 你就沒有了那種樂趣 那很沒意思 嗯 當家人逼你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辛苦 你就要想辦法 其實音樂是不是真的這麼辛苦呢 這麼不喜歡呢 你找一下自己喜歡的地方 對於平時 戀琴有什麼意圈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練琴的秘訣啊 哦 其實練琴呢 最重要是看清楚譜上面的指示啊 因為你要明白各作曲家 想表達什麼 那你去做出來 別人就會感受到 哦 原來這首歌是這樣的意思 就會覺得 哦 真的很好 哈哈